中療鄉有許多農特產品都受到外界的肯定 而這是在中興新村舉辦的珍珠甘評鑑頒獎 及許多農特產品的展出 行銷中療又指的農特產品 農會總幹事也希望利用評鑑提升品質 有建議說珍珠甘是中療 現在過來它的產量會一年比一年增加 所以在三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來舉辦評鑑 評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農友互相研究 互相競爭來提升品質 評鑑出來的結果 算是今年的氣候也不是說很順 有氣候的影響 不過今年的品質大致比去年還提升 縣長林明珍也參與此事的活動 也相當肯定中療鄉的農測產品 來在中興新村行銷 我們中療鄉農民生產的鎮豬甘 最好吃的鎮豬甘來這裡的行銷 鎮豬甘可以說 吃好吃的皮又好皮 營養還有夠 所以這個鎮豬甘的行銷 我相信大眾能夠接受 先議員廖子佑及來人選議員 肯定農會的用心 藉此行銷中療優質的農特產品 藉到我們在中興這個地方也能夠 頒獎說我們在冰甘中堂的農民來做頒獎 藉到這個中所希望我們中療的很好的產品 農作物 農產品可以在這裡來做一個行銷 中療鄉的柳甘跟我們的鎮豬甘非常有名 鎮豬甘也是在這幾年開發成功的新產品 受到我們消費者的喜愛 這家的品感獲得很好的一個成績 這個甜度也相當的受我們消費者的一個喜愛 希望藉由農會舉辦的評鑑 讓農民之間可以有良性的競爭 藉此提升鎮豬甘的品質 記者 劉永勝 南投 採訪報導